婚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462集 老祖一败 老祖归来了,在东西军与南北军会合不过半日之后, 中军驱墨剑上便传出老祖的气息, 他显然是借助驱墨剑中的乾坤大振, 直接从墨祖王城那边返回的。 谁也没去问此行结果怎样, 但任谁见了他都知道他心情不错。 不过如今大眼观这情况, 也没办法让老祖的好心情维持太久, 尤其是当象山亲自领着老祖来到教场上, 面对那百多位七品墨徒的时候。 这些墨徒自墨祖大军撤离时, 便一直盘膝坐在教场上, 没人言语,没人愤怒, 所有墨徒都知道, 自己这些人是属于被抛弃者。 让杨开做了事业, 找了个七品墨徒带回去, 虽利用净化之光驱散了那墨徒体内的墨之力, 但结果并不如人意。 墨之力消散之时, 那墨徒的小强坤也就崩塌了, 就此身死倒消。 老祖, 这些人已经救不回来了, 该如何处理, 还请老祖定夺。 老祖望着那七百多号人, 微微汗手。 我明白了。 这般说着, 迈不上前, 众目睽睽之下, 小小老祖站定身形, 美眸扫过众多墨徒, 旋即双手抱拳, 身身异地。 这一败, 败的是这些墨徒本性未失时, 为人族所做的贡献。 他们如今虽是墨徒, 或许在之前 与南北军的战事中 屠露过人族的将士, 但那并非他们的本意, 只是被墨徒利影响的思维。 当他们还是大眼观将士的时候, 也曾为了这一座关爱出生住死, 也曾为了守护人族后方的安宁 浴血奋战。 他们如今虽是墨徒, 却当得起九品赤尊这一败。 一败之下, 似有神庙的力量将叫场笼罩, 在那力量的影响之下, 本来面无表情的墨徒们 表情渐渐有了变化。 许多墨徒的眸子 变得清澈许多, 露出微笑。 也有墨徒重重叹息一声, 闭眸端坐, 更有墨徒泪流满面。 那一瞬间, 所有墨徒死都找回了自己 丢失了三万多年的本性。 这一败久久未曾起身。 在老祖起身之时, 教掌上百多位墨徒已生机丧尽, 不过所有墨徒都走得很安详,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们是为人族死去的。 这对他们来说已是莫大哼词。 送葬吧。 老祖吩咐一声转身离去, 向山恭送。 整个大眼官白费带兴, 处处可见将士们忙碌的身影。 整个大眼多有变动, 唯一保存不变的建筑, 便是义士大殿了。 义士大殿本就巨大恢霍, 所以墨族占据大眼之后, 并没有对其进行改动。 此时此刻, 大殿内麻烦大师跪倒在那海谷王座前, 痛哭流涕。 那海谷王座乃是三万年前墨族攻陷大眼之后, 借助一位为人族强者的遗骨炼制而成。 用在这海谷王座上的遗骨, 每一根最少都是七品开天的。 海谷王座巨大, 可想而知那一战大眼官 运落了多少上品开天。 三万多年前麻烦大师才入门不久, 那时的大眼福地也算强盛, 有师兄引领, 世尊赵府, 修行无虑。 忽有一日, 整个府邸寺遭遇了什么大事, 强者纷纷出动, 便是四五品的开天镜也不例外。 待到最后, 整个大眼就剩下小猫小狗三两只了, 几乎所有的开天镜都离开了宗门。 那时候麻烦大师只知宗门遇到了什么麻烦, 却不知到底是什么事, 那些师兄师姐师长们, 那一去便再也没有回来过。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 麻烦大师才从各个渠道探知当年之事的真相, 大眼关破, 整个大眼福地的强者齐取之远, 结果全军覆没。 三万年时间过去, 大眼福地也渐渐没落, 被后来者所取代, 但麻烦大师心中一直渴望着能踏上祖辈们征战之地, 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将大眼收复。 这一日终于到来, 整个大眼数万将士, 又有谁能体会他此刻的心情? 也正是那一战, 让人族意识到了一宗守一官的弊端, 在此之前, 每家洞天福地都是负责守护一处关爱的。 大眼关丢失之后, 人族针对墨族的策略才有所改变, 一处关爱中, 往往汇聚了几十上百家洞天福地的强者, 这一般混杂可让各家将士取长补短, 更容易发挥自身的力量。 自那之后, 人族关爱再没有丢失过。 另一边一处大殿中, 杨开正在穿梭来回忙碌不停, 刘志平迈步而入, 杨开抬头见礼。 刘大人, 刘志平挥挥汗手开口道。 嗯, 这边情况如何? 别想象中要好, 墨族这边似乎有意借助此地的空间法阵, 突袭人族关爱, 所以占据大眼之后, 并没有对此地的法阵进行破坏, 反而有意修补。 不过功夫不到家, 修补得乱七八糟。 大眼关的空间法阵损坏得很严重, 但可以看得出来, 这不是墨族所为, 应该是人族弄的。 换句话, 三万年前, 守护此地的大眼将士, 意识到大眼可能会被攻陷的时候, 便出手破坏了这里的空间法阵, 免得墨族借助法阵声势。 不过出手之人亦有分寸, 只是破坏并没有完全摧毁。 显然他也能想到, 日后人族会重新夺回大眼的, 到时候肯定是要对法阵进行修补, 若是直接摧毁了以仁族如今的本事, 未必就能布置得出来。 墨族占据大眼之后, 也在想办法修补这法阵, 只是这种东西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修补的, 三万年的努力也不见成效, 反而将这里搞得一团奏。 整个大眼军中精通空间法阵的也就只有杨开一阵, 乾坤大阵他能布置, 没道理修补不了这个空间法阵。 所以大军入关之后, 杨开便接到命令, 第一时间赶到这里来了, 他甚至怀疑, 当初笑笑老祖点名让他随军, 一是方便自己疗伤, 二来应该就是因为这空间法阵了。 听杨开这么说, 刘志平也松了口气, 如今既能修补那一切都不是问题, 不过我需要一些帮手和一些材料。 嗯, 当下已修复此地法阵为首要任务, 你有任何要求, 只管提。 杨开汉手也不跟他客气, 取出一枚空间玉剑, 取出一枚空白玉剑, 网内灌入神念交给刘志平的。 材料都在上面, 大军物资储备应该有, 至于帮手的话, 随意调几位阵法师过来就行了。 刘志平接过预检, 查探一番, 汉手道。 半日内, 人和材料都给你送过来。 没用到半日功夫, 数位阵法大师便赶来了, 同时还有人送来了他所需要的材料。 阵法师们个个都德高望重, 修为子有高有低, 但每一个都活得够久, 在斗战之道上, 他们或许不如阳开, 但在布置法阵这种事上, 一百个阳开也比不得他们。 不过, 唯独这空间法阵, 诸位大师们接触的不多, 没办法, 这玩意儿讲究天赋。 京东空间法则在空间法阵布置上,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他们虽然都研究过各自关爱的空间法阵, 可是顶多也就亏个皮毛。 所以一听, 要到这边来协助阳开修补空间法阵, 阵法师们都热情至极, 踊跃报名。 结果差点没打起来。 最后还是这几位仗着自己辈分声望足够高, 抢了这个差事, 让一军后辈幽怨之余涂坦奈何。 虽是一军德高望重的大师, 却都没有什么价值。 杨开更不跟他们客气, 当仁不让地指挥起来, 给他们分派任务, 此地法阵可以勾连远在亿万里之外的人祖关爱, 自然是复杂至极的。 关键之处, 杨开可以亲自出手修补, 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 就是让这些大师们发挥能力的好地方。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463集。